這個文主公平衣 跟二十五位民眾做到 沒經過逃亡的BNT的疫苗 應快到社會犯法 說其實BNT是一支 全體造業很複雜的疫苗 以美國的標準造業流程來看 都有十五度的頂數 臺灣這位重心的基因 也有高達十度的手術 各國來其他疫苗比起來 過程是更複雜 尤其是從後禮拜開始 全臺灣將要同時來煮四種的疫苗車 包括流感、AZ、BNT到古端 專業的意思是來建議說 病衣必須就要做好到 風臺的基礎 也就是要做好到 風機錯誤發生的疫苗性的基礎 今天文主公平衣發生 農舍的BNT又沒有頭過 就直接好民眾做 以後第一時間出面會失禮 到底是哪一部分出問題 來看這位重心進行公佈的 BNT疫苗注射標準的造業流程 自疫苗保冷箱內 取出疫苗 包括減十回合 有效日期 冰來冰去要十次 從來拿三四四的空間 注入1.8CC的生理實驗水 等到注入人體 正後要十步 過程很複雜 美國CDC也公佈 15部BNT的組織 比其他新冠疫苗 可以說是過程最複雜的 尤其是十幾分開始 有醫生的建議說出現 這麼重大的過程 一定要有風帶的機制 以台灣目前四種新冠病毒疫苗 除了BNT以外其他都不用討論 只要直接由油桿裡面 抽出來就好 其中古山的高端的油廟 竟然是推出 但這行不用出油的停輸 另外流行感到油廟也不用討論 使用上比較簡單 也不妨人為所信 不過這次發生油廟沒有討論 直接拿去煮 到底是他到一部分出問題 香港今天就要等相關 到醫好好去調查到追求